台湾电力公司日前发布的2023年营收报告显示 台电去年亏损1985亿元新台币 历年累计亏损高达3826亿元新台币 台电将去年高额亏损的原因 归咎于全球燃料价格飙涨所致 不过岛内各界对此解释并不买账 台电是如今岛内外文明的财政沟通 作为岛内唯一的公营的电力企业 它垄断着发电和输电环节 竟然还能财政破产 而且是大规模破产 那显然问题也不会出在台电本身之上 而是民党这个失作用者 那台电为什么年年亏损原因很简单 它的所谓的亏损实际上都是其他人的利益所得 这些年蔡英文当局坚持搞所谓的绿电 也就是光电和风电 而无数的绿色官商集团 总终骗取了大量的政策补贴 实际上一样活的反而是黑心厂商和绿色官商 最终还是民众花了钱 台电赔了钱 而绿营却赚翻天 一切都被民进党输送利益所赐 因此还是那句话 民进党不倒 台电不会好